花蓮強震重創天王星大樓 从至高点画面来看 整栋楼严重倾斜 跟邻近的房屋呈现明显对比 镜头拉近一看 塌陷楼层外墙都已经破损 里面杂物通通被抛出屋外 内部装潢也依然无疑 已经整个扭曲变形 现场就像被轰炸过一样 地震当时瞬间天遥地动 一名白鱼女子紧急逃到屋外 这时她抬头看了一眼 接着拔腿狂奔 下一秒旁边的天王星大楼 整栋倾斜塌陷 央起了大量粉尘 覆盖整个监视器的画面 现场冠手也正在进行补墙作业 因为受到强症影响 大楼倾斜角度逐渐加大 旧房会有倒塌风险 冠手赶紧持续补墙下方石块 住户也很心急 因为当下紧急逃生 很多个人物品 可能都来不及拿出来 希望能在拆除之前 进到屋内拿东西 有其实大家都还蛮关心的 有的晚上睡不着 也是跑过来看看他们的家 其实大家都很心细的这边 二零一八年 当时花莲零二零六大地震 这栋建筑物早就被贴上黄丹 列为危险建筑 后续因为修缮后已经解除 如今面临强症 未来将被拆除 检察官四号一早 会从土木技师及县府人员 到现场相验 要离经有无人为疏失 等结构相关问题 调查完毕后才会进行拆除 森林新闻王浩元 吕燕黄振杰 欢迎参照报导